停車場工作人員會紅旗招染 顧客車子一輛輛進入廟區 南投紫南宮連載第一天 湧現大量相隔 廟而預估 單日可能有將近10萬人次亡 紫南宮必經路段也被車潮塞爆 國道3號南投段 時速一度只有20多公里 另外國道5號南梗系統往平林 從一早6點半到下午3點半 不斷出現紫暴 時速不到20公里 我們6點出發從桃園過來塞一塞 一路上塞到現在 很塞啊 好離譜喔 我們想說早一點來 從伊蘭那邊早一點來 不用排隊結果來看傻眼 最早出門也沒用 因為大家都趕在 早上7點高承載管制前上路 因此全台國道多個南下路段 一早就塞到紫暴 像是國道英哥系統網關西 新電網木柵收席站 時速一度也只有10多公里 那現在目前的話 就只有剩下時令到平林的南下路段 是屬於車多的情形 那其餘的路段也大致正常 廉價第一天就塞爆 不少民眾擔心第二天的車況 高工局預估國五南港系統網平林 會從上午7點開始塞車 行車時間比平常多四倍 國一揚美網新竹系統 中午前車潮都會比較多 行車時間多三倍 國三三一網關西 同樣也是地雷路段 提醒民眾如果想出遊 最好下午再出門或是改走替代道路 以免塞到一肚子昏 記者綜合報導